那一套衣服呢就是康仁喔 當時在劇中穿的衣服 不知道現在還穿不穿得下齁 所以等於是說很多表演上的困難 就是因為一句話就解決了 就不需要再糾結說 我到底像不像我這裡也好不好 而表示就是要當下去感受 去做某些指令 去達到我們一起去一個地方 去對的地方 可是後來拍一拍其實我覺得最困難 郭忍其實很自己 某一部分真的 有一部分是真的獻給《一把經》 某一些 某一些不曾在其他戲裡面 出現的一種 吶喊 郭忍在《一把經》裡面 有某種吶喊就是 他想要 想要自由 想要活得精彩 想要一段愛情 想要一個家人的一個大喊 我覺得他在《一把經》也是有 所以自己有信心啊 去年獎 最大的敵人是評審 就是 就像曹導說 評審都會有他們的考量 我相信我們會珍重 但我們都入圍了 我們帶給很多觀眾感 希望大家就會記得一把經 我跟邱澤是很特別的朋友 就是一年真的只見一次 對 我們去年 去年認識見一次 今年認識見一次 那 而且有個小故事 我就覺得 像去年 我們在第一次聚會的時候 我就曾經 因為我剛 我看了以後 就很恭喜他 我說你很棒 對 然後 我就說 就開玩笑的時候 明天姐 開玩笑 我去年我就這樣講 然後他說 是嗎 然後我就說 是 我相信是 那 我也很高興他被肯定 因為 在某種類型 跟某種表演的節奏 跟態度上 我覺得邱澤他是一個 一個很有自己 自己個性 跟他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那是 那是他獨一無二 很難有人可以 拿來跟邱澤做比較 那所以 我很欣賞他 所以 其實 雖然不是很熟 可是就是那種 心心相喜的感覺 就是 我跟他也沒有聊過 多深入的話 就是 去探一個班 然後就打個招呼認識 然後就 開始變成 無話不說的朋友 等於是 我們就是 久久一次就是分享彼此的情況 這樣子